我们也知道呢 这个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 联合国将在巴西里约 举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呢 也将为企业搭台 举办了里约加二十可持续发展峰会 那么副董事长您计划参加这次会议吗 这次会议应该说 对我们中国企业来说 包括我们中国网络的成员来说 都非常重要 我不但自己要参加 我还要组织我们企业里 在环境在节能减排 这个方面做得好的协议把手 我现在初步选了五个吧 要跟他们一起参加 这也是对他们一个激励 同时呢我们还从中国网络这个角度 组织中国的企业去参加 我们希望不要低于二十家企业吧 总的看来我们还是很有信心 那您对这次大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希望这次大会呢 就是世界各国政府层面呢 在共识上有了大的目标上有共识 在具体上做得上还有分歧 但是从企业角度讲 我觉得企业要先推动 先把自己啊 我们自己企业做好 这个做好呢 要花点钱 带来一些成本 但是呢 我觉得呢 这是最终对人类有好处 对自己企业长远 可持续发展能力 是有好处的 所以投入是值得的 那么更多的是通过 我们提高管理水平 提高我们的劳动者素质 来把这部分成本消耗掉 实践证明 这个路是能走通的 对自己企业的